柯文哲聽到馬英九笑而不達 但好心情藏不住 因為馬英九拋出比全民調後 柯文哲馬上贊同 照馬做法比較快 但馬科過去可是常護槓 2018年馬英九還批評柯當市長 讓台北衰敗 談到交通不忘開栓 而過去柯文哲更是罵馬起家 我以前是說這個國家瘋了 馬科從對槓短短幾年 氣氛不一樣 難道出現什麼化學變化 學者李仲憲臉書就分析 這些政治局勢發展 背後恐有中共下指導旗 直言柯仔對於用敵人 當不分區國會議員爭議不退讓 不久後馬英九韓國瑜 就提出全民調提議 他又有意要提徐春英 做他的不分區 馬英九偏偏在這個時候 去上了柯文哲的車 會背後是不是有中國的施壓 然後讓這個馬英九去力挺柯文哲 然後讓柯文哲順而成為中共的代言人 而就在馬英九表態後 經常往返中國的前立委邱毅 今年初還稱馬英九身邊人 都是拍馬逢迎者 這回一反先前態度 大讚馬英九 登高一呼全民調 嗆聲朱金和侯友宜還在堅持德國模式 就是破壞藍白河 藍白河陷入僵局之際 馬英九率先拋出全民調 似乎讓新局勢有力柯文哲 這是過去馬對科批評沒少過 如今的鄉挺究竟是互黨心切 還是鄭藍軍另有排算 三選華新城後場台北